哈嘍 大家好 我是大老司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按一下我們IH FB Twitch Bidi Bidi 還有Discord 好 記得昨天引馬 的介紹 記得的介紹 今天 換人斷笛齁 在今天 4月5號 微信官方有公告 好 我們來看一下吧 那人斷笛 這個 暗屬性的俠客 屬性是暗齁 那天賦 鬼杖 殘迷 好 那天賦的主要內容的部分 是 目標如果已經攜帶有害狀態齁 那這時候能不能發動普通攻擊 可以觸發追擊齁 追擊是0.3倍 最高性的時候是0.4倍 那此時的目標 假設他已經有攜帶兩個以上的 debuff的時候呢 則追擊會變連擊齁 那連擊的攻擊傷害是提高 0級的傷害是0.4倍到 6星是0.5倍 那主動攻擊和遭受攻擊 對戰之前可以獲得 鳥身狀態 鳥身 這好難念齁 法攻加4% 然後最高是7% 免傷加1% 最高是4% 然後可以疊到五成齁 那這個是不可以驅散齁 那如果這個回合齁 是沒有主動攻擊的 時候呢 那啟動結束的時候會減少1層 喔 蠻特別的 反正是你打人或是被打 就會獲得這個狀態 那這個狀態會有免傷的效果 然後法攻增加 欸 法攻增加齁 我現在看到發現這個事態不對齁 所以是法魔劍士 它是魔劍士的概念嗎 好 那策劃說這邊我看一下齁 OK 反正就是有兩個debuff 比較好啦 會有連擊的效果這樣子 好 再來技能齁 鬼谷奪煞 主動使用的時候呢 對單個敵人施加技型的狀態 那同一個時間只存在一個技型狀態的切 施加者死亡後會消消失齁 那支撐會根據技型目標獲得對應職業強化狀態 同一個時間只存在一個職業強化 持續三威和 那自己 兩個範圍內存在 攜帶技型狀態的敵方 這可以獲得再行動齁 然後這個 這招使用之後可以獲得切法揍刃 好 那技型的buff是 技型這個效果齁 是與施加者作戰齁 對戰之前 被施加者偷取 三個隨機 友誼狀態齁 不可虛善齁 那直接強化有6 分別是磐石 豪俠 如燕 飛羽 苦咒 送鑄 巨癮 好複雜齁 你怎麼搞那麼複雜 磐石 免疫擊退跟牽引齁 遭受攻擊 對戰中 可以免傷提高15% 而且反擊 對戰中 對戰中 傷害提高15% 遭受近戰攻擊 對戰前發動先攻 每黑合發動一次 如燕 主動攻擊 對戰中 暴擊提高20% 移動力加1 可以跨越障礙 飛羽 攻擊 射程加1 主動攻擊對戰後 可以獲得再移動2格 苦咒 法術穿透 提高20% 造成傷害後 對目標施加一個debuff 這些都不可以驅散 受治療效果提高30% 行動結束的時候 驅散這兩個範圍內的所有 所有友方一個有害狀態 巨銀主動攻擊對戰中 免傷提高15% 且對戰後恢復自身氣血 然後恢復量是本次傷害的50% 好 反正你放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想一下 你要得到下面哪個 6個直接強化的技能 因為他有說嘛 對當個敵人施加技型的狀態 那 呃 自身會根據技型的目標 獲得對應的直接強化狀態 看起來是 假設這個敵人是 呃 俠客好了 那應該是獲得豪俠狀態 看起來是這樣吧 嗯 看起來是這樣 好 我等之後實測看我想的是不是 他描述的一樣 然後再來是切法驟韌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GIF圖 他是對俠客 可是他沒有顯示他是獲得什麼 好 好 切法周刃 攻擊當個敵人可以造成1.5倍的傷害 對戰之前施加逆卻狀態 持續兩回合 用目標要攜帶技型狀態 則對戰前額外施加兩個debuff 好 那逆卻應該 然後 這招使用之後可以換成鬼谷奪煞 好 OK 使用後切法 在下面這個 OK 還蠻帥的 好 反正這兩招是可以 就是替換的技能這樣子 那龜谷奪羅薩他的距離 射程就很長 多長 很長 超長 我覺得還不錯 反正他就是可以通過技型 可以獲得能力 幫自己獲得能力的增幅 那 你可以 額外對技型的目標 偷取 buff 有益的狀態 來強化自身 所以覺得還不錯 嗯 還不錯 我看起來還OK啊 好 技能指雲劍斬 攻擊盪的敵等是1.4倍的傷害 施加風咒 持續兩回合 那對戰後 恢復自身氣血的 傷害的50% 喔 還不錯啊 我覺得蠻棒的耶 好 再來斷敵狗刃 喔 是直線攻擊的 好 對範圍內的敵人 在0.5倍的傷害 施加一個有害狀態 每密中一個敵人獲得了生狀 喔 喔 我可以靠這一招 把 獲多一點了生狀態 了 了生 OK 被動技能齁 長風嫖克 喔對不起 長風領克 嫖克 呵呵呵 對不起 練太快了 主動攻擊對戰中傷害可以提高10% 欸好不錯 還蠻不錯的耶 且對戰之後呢 施加一個隨機的debuff 喔 欸 蠻棒的耶 感覺這個可以常駐喔 好下面是一個技能組合 鬼谷國煞跟那個長風領克 這感覺是必帶的 那中間接招是換單體技能的部分喔 好魂石推薦是妖術師跟住院魔火 喔 所以 所以真的它應該是法工為主的啦 法工為主的 喔好特別喔 魔劍4 好 那今天的情報就到這邊了 好 那喜歡我的頻道也請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 TwitchBilibili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來今天有收看 大家晚安 如果大家對人斷裡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們一同討論 感謝各位 今天有收看 掰掰